政府公布五千元消費券計劃詳情 大家應該滿腦子到充滿疑問 以下看片,立刻看消費券Q&A 消費券是否可以用於網上靠物? 消費券必須用於本地零售、餐飲和服務業商戶 包括它的實體店舖和網店 直接向非本地商戶靠買商品或者服務 都不能夠使用消費券 消費券是否適用於個別網上平台? 取決於這個平台是否屬於本地商戶? 例如是否有本港的商業登記? 透過百特通卡領取消費券的登記人 可否通過百特通應用程式 將消費券轉到百特通銀包 然後轉作現金使用? 在消費券計劃期間 百特通手機應用程式 將不容許已經登記消費券計劃的百特通卡 將它的金額轉向到百特通銀包 即支有關百特通卡的合資格消費 累積總額已經達到5000元 使用消費券購買商品 可否退貨或退款? 每個商戶會定定它的退貨或退款條款和安排 入換是雙方同意下 會透過給消費者換貨的方式處理 而如果透過支付寶香港 Tap & Go拍照或WeChat Pay Hong Kong 使用消費券交易後 雙方同意退款 有關款項會退回去消費者的消費券入面 而由於運作模式不同 使用百特通付款的退款安排 會由商戶和消費者協商決定 怎樣分辨和使用百特通卡內的消費券? 如果透過百特通卡收取消費券 消費券會以儲值額的形式 直接傳入有關的百特通卡內 相關登記人可以透過 拍卡領取消費券 在百特通查閱機 百特通服務站 收據等等查閱交易紀錄的時候 已經拍卡領取的消費券金額 會顯示為消費券計劃或是捐額 消費者只需要預常把百特通卡 放在商戶的讀寫器上拍卡 或是透過百特通應用程式 使用百特通卡作網上付款 就可以使用百特通卡內的消費券 如果有關消費屬於適用的消費項目 就會計算入合資格消費的累積總額 以確定有關合資格登記人 能否和何時可獲發放第三期的1000元消費券 如果市民可以同時領取公共交通費用補貼 和消費券 而百特通入面的儲值額即將到達儲值限額 會先領取公共交通費用補貼 還是消費券呢? 領取的先後次序會視乎補貼和消費券發放日期 市民在拍卡時會先領取較早日期發放的 公共交通費用補貼或消費券 如果公共交通費用補貼和消費券在同一發放 市民就會先領取公共交通費用補貼 可否要求政府直接把消費券交給其他人或機構呢? 為了減少爭議和盜用他人個人資料等等風險 直接把消費券發放給登記人指定的儲值支付工具帳戶 是比較穩妥的做法 市民可以根據他的意願 將使用消費券購買的產品或服務 轉贈給其他人或機構 如果市民沒有最方便帳戶 可否使用消費券計劃網站進行電子登記? 無自方便帳戶的合資格人士 仍然可以以其他方法進行身份認證 透過登入消費券計劃網站進行電子登記 可否以郵寄、傳真或電郵方式遞交表格? 除了個別或豁免的有特別需要人士之外 這次的登記並不接納 以郵寄、傳真或素描登記表格之後 以電郵方式遞交的表格 登記人士必須要在書面表格上簽署之後 連同登記人的香港身份證福本 訂好並且對接 然後投入任何一間有證局 或指定銀行分行內的表格收集商 可否同時登記多於一款儲值支付工具 作領取消費券之用?答案是不可以 合資格登記人只可選擇一個儲值支付工具帳戶 登記作為領取消費券之用 如何確保政府不會透過這次計劃 監察市民的消費習慣和行蹤 保障市民的私隱? 政府表示 會按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 緊順處理市民的個人資料 整個處理登記和發放消費券的電腦系統和流程 都會符合相關的法定要求 登記表格的收集個人資料的聲明中 亦列明所收集資料的用途 而在未獲得登記人的同意之前 政府是不會將所收集到的資料 用於其他用途